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说到了煤炭大省山西正在推行一项据说是全国最大规模的企业重组 一大批煤老板也许就将此告别这个行业了 有媒体甚至报道说山西再无煤老板 而且在刚才节目中我们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数字 就是根据山西省的安排 这次山西的2598座矿井 也就是所有的矿井将会通过这个兼并重组 到明年要压缩到1000座 组建三个一吨级四个五千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但是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有这样一个发现 就是很多兼并重组进展的并不像在设计中那么顺利 让我们继续来看山西的调查 在左云县采访响与公司董事长贾凤翔时 记得注意到贾凤翔专门摘录了一段温家宝总理 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讲话 总是随时带在身上 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打破垄断和限制 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改革 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因素 这国家博在什么场合的 好像就是那个 贾凤翔告诉记者对于资源整合他能够理解 但对一点始终无法接受 那就是整合只能与指定的国有企业进行 并且自己只能是出售或者是参股 在左云县煤监局记者了解到 当地全部煤矿都有 同煤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兼并重建 管理部门分别为这三家集团划定了整合区域 这就是何文善所说的二十三号文件 也是这次整合的主要政策依据 林本市相关负责人 也向记者出示了同一份文件 煤炭工业局局长牛李东说 根据山西省规定 这次整合只能由山西焦煤 阳泉煤业 鹿安矿业 进城无烟煤矿业 铜煤集团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 七家国有企业作为主体 并且基本划定了整合区域 基层管理部门只能负责执行 其他主体是省里定的 我觉得这个定的对 从山西省的宏观角度来讲 要建计个一吨级的 五千万吨级的企业 这个对全省都是领航旗舰的作用 那么这种指定整合主体 指定整合区域的做法是否合适呢 这本身这次监禁成组 就是一个政府主导市场 假市场运作呀 如果要是纯粹这种市场运作了 呀很难想想结局是个啥 那么作为联姻的另一方 负责整合的国有煤炭企业 又是什么态度呢 在练组前的煤矿采访时 记者遇到了代表山西焦煤集团 来谈判的工作人员 他们透露 这次山西焦煤 负责整合八十多家煤矿 不好也得去整 不好也得去整 为什么呢 这是政治人物 你买也得卖 那个是你不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 此次整合补偿评估分三部分 固定资产如地面建筑 矿井设备投入等 以缴纳矿山资源费的补偿返还 其他损失补偿